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又分析了说给它精准的推送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就业市场的新消息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与四月份持平 今年一来整体呈下降态势 在就业形势总体改善向好的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在就业市场上 求职难和招工难并存 也就是说有的人想找工作却找不着 有的企业想招工也招不满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呢 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宝山地处于南西部 常住人口有239.7万人 每年都会向外输出上百万人次的劳动力 在距离宝山2500多公里的福州 今年50岁的王朝满顺利找到了一份书心的工作 每月有7000元左右的工资 企业还包吃包住 王朝满告诉记者 要是在宝山老家 到他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收入也只有现在的一半 听他们这个政府呢 说涨上这个外面的工厂 可以要得到55岁以下呀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就先出来吧 看看是不是 跨越2000多公里 给王朝满和福州这家企业架起桥梁的 正是宝山市政府搭建的数字化就业平台 最近几年 宝山通过建设 农村劳动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宝山就业大数据 涨上就业等数字就业信息平台 多渠道综合利用数据资源 帮助宝山的劳动力 和全国各地的用人单位 架起了桥梁 借助数字就业平台 匹配到求职者和用人单位 双方的信息后 一般会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进行线上面试 以前如果从云南到福建求职的话 可能来回需要两天时间吧 然后撸费可能1000多块钱吧 现在不用这么多 就只需要花费十多分钟 就能够很高效很快捷地 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外出务工 在宝山还有很多人选择 在家门口就业 数字化就业平台 也会提供精准化智能化的服务 今年54岁的彭仙雪第一次听说 数字化就业平台帮找工作 还是儿子告诉他的 半年前 他想在家附近找一份月收入3000来元 有养老保险的工作 儿子就帮他在宝山的数字化就业平台 掌上就业 开始寻找合适的招聘信息 输入关键信息后 彭仙雪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 招聘企业是一家咖啡加工企业 离他家也只有两公里 工作岗位是咖啡豆挑选工 年龄要求60岁以下 每月工资3000到5000元左右 每天上班8个小时 每月休息4天 还有养老 医疗 工商 生育和失业 五种保险 这些招聘信息 完全符合彭仙雪的需求 起初他甚至还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当时就持怀疑态度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骗人的 还有一个说是不是套路 就这样想了吗 不出家门光上网就能找工作 彭仙雪将信将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按照平台发布的地址 来到了这家企业 是真实的 因为是我主要是 那个养老保险来的 后来探钱了 这个四月探钱了 可以说在家里边 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 或者说是就可以找到 你想的工作 家里有三个孩子的陈嘉楠 也是通过当地数字化就业平台 掌上就业 在家附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现在她是这家咖啡加工企业的仓库管理员 如果说是去外面打工的话 你看工资可能会在五六千左右 但是除去你看像吃饭 住宿然后交通各方面 你送下来也就三千多块 是吧 关键是你还不能说是每天回家 你在这边你每天小孩也照顾到了 然后老人也陪伴到了 张莲在这家公司做行政管理人员 她和同事杨光旭 也是通过掌上就业平台 找到新工作的 别的平台的话 它是需要收费的 但是它每一天的 就是你接收的求职者的信息 它是有限的 但是掌上就业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你可以随意预览 后期它还会给您发信息 然后就是说 您这边已经成功面试了 然后欢迎您加入我们企业 这个宝山就业的话 它是只要你找到人了 之后它就关闭了 你就看到这个信息了 就自动地把我们的简历屏蔽掉 就是避免了那些 无用的垃圾信息的骚扰 那么宝山人设部门打造的 数字化就业平台 究竟是如何实现数据集中化 就业在线化 服务精准化的呢 我们在掌上就业平台上 有一个模块叫做周边服务 它打造了一个就业意图 能够打造30分钟求职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赵福美所在的企业 正是宝山数字就业平台的 技术运营服务商 他们在采集到求职者 和用人单位发布的信息后 会通过算法 把年龄 工作岗位 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 进行汇总分析 通过这个数据的比对 然后又分析了之后 给它精准地推送 它是需要什么样的工作 我需要什么样的人 目前 宝山涨上就业平台 已入驻企业299户 发布岗位2.38万个 平台访问量67945次 运行了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通过我们的服务和平台的运维 为1300多人找到了工作 其中到省外将近有1000人 然后省内的就业的有300多人 在距离宝山 1600多公里的湖南永州 常住人口超过了500万 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势 妥善解决百姓的就业问题 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 永州的冷水滩区 从2021年就着手建立了 线上人力资源平台 针对冷水滩区劳动密集型就业为主的特点 当地人设部门在每个社区乡镇 设立人设专员和网格化管理员 通过走访电话等方式 搜集了全区30多万劳动力信息 将求职者的需求录入系统 并进行动态调整 冷水滩区的人设部门 向1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 派驻了助企联络员 一旦企业有招工需求 第一时间将相关需求 录入人力资源平台系统 系统内数据自动比对企业 与求职者需求 将短信推送到求职者手机上 让求职者企业招聘精准匹配 精准地对接我们的需求 为我们招聘了80多名技术工作 让我们公司在这里的发展 吃下了定型丸 除了在城镇发力 数字化就业服务的触角 还延伸到了当地人口密集的村镇 目前已经覆盖了204个村和社区 这是我们的求职意向岗位的分析图 目前在我们冷水滩 想做文员 普工 技工的人比较多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 越来越多的求职者 正在通过数字化平台 实现就近就业 灵活就业 在就业市场上 有这样一个群体年龄在30到40多岁 带小孩的女性被称为宝妈 在家附近找一个工作时间相对灵活 有收入稳定的工作 是这个群体的最大诉求 就不用出门就可以直接找到工作 之前我没来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面试过好多地方 可能他有时候是就是为了那种招聘需求 我就骗你去面试 面完试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一家互联网洗户类 生产服务平台的生产车间 这家洗户企业的总部在山东日照 通过用户线上下单 快递上门取送 5G智慧洗户工厂洗户的模式 目前这家企业的服务触角 已经伸到全国各地 这家企业通过数字化就业平台 招聘到的员工大部分是洗户工厂附近的宝妈 因为我们还是远郊区嘛 我如果先要去坐公交 然后去坐到去换地铁的地方 大概得需要成本价钱 那也得五六块钱吧 坐个车 然后再去换乘地铁 每天乘测费的话也得好几十了 一个月算下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这边比较合适 这个互联网洗户服务平台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洗户行业大部分的从业者 是三四十岁的女性 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大多要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 出远门找工作比较困难 而洗户行业的用工需求 恰巧和他们匹配 但关键的是通过什么渠道 把合适的人选打捞出来 每到一个地方布局洗户工厂 拓展业务 张希佳他们都青睐 通过本地的数字化就业平台来进行招聘 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更精准 这样大幅地降低了我们与求职者的沟通成本 你像现在我们全国20多个省份 大约有50多位员工 都是通过这样的当地的政务的招聘平台而入职的 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模拟招聘面试现场 大数据平台助力求职者增强应聘实战技能 让比如说面试官会更加发觉我 就是真实的想法 知道我的那个 就是一个潜力所在 一个个数据孤岛被打破 数字化就业服务 能够探出什么样的新路径 那么现在数据汇聚拢来过后 就为我们后面的精准的匹配 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天府之城成都 是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 在成都的这个住宅小区 人行道的旁边摆放着一个明显的牌子 有求职意愿的居民不用出小区 通过扫描牌子上的这个二维码 进行注册登记 就可以在当地政府打造的 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上 发布求职信息 比如说坐在家里就可以找 也不用出去啊 什么到处跑 东跑东跑东奔西跑的 对不对啊 工作落实的比较快 然后也不会收取什么费用之类的 即使准确收集求职者招聘方的 第一手基础信息 对于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来说 至关重要 这里是成都温江区的人力资源市场 服务大厅 求职者企业招聘负责人 要进入大厅 首先要用手机扫进门闸机上的二维码 当地人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是他们收集更新求职者和企业 招聘信息的另一种方法 上面我们会提前填一些自己的基本信息 然后这边一扫码呢 那边的平台可能就会接到 接收到相关的信息 然后就会推送给我们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系统已经收集了39万人的资源 其中有5.8万人的资源是处于活跃状态 我们最多的一个岗位 可以推荐1129人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岗位 被推送给7970人次 目前我们这个平台解决了36万人次的岗位 精准匹配 那么通过各种渠道 采集到的海量求职招聘信息 当地政府搭建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是如何进行精准识别和匹配的呢 我们会给这个人员打上一个标签 你说他可能是一个大名人员 或者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或者是什么零就业家庭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标签 打上标签以后 然后再进行一个就是分类 他是否进行过培训 我们这边进行的什么岗位推荐 然后最后例如说可能有职业指导 就形成我们的就是就业全生命周期的 这种线上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 一个闭环 这位负责人提到的培训 是当地人设部门设立的 免费职业培训网络学院 自2018年建成以来 这个网络学院上线了208个专业 9300多个在线培训教育资源 覆盖生产制造 工程建设 家政服务等20个领域 目前网络学院有86万的注册用户 服务企业8900多家 累计培训1400万人次 推荐就业服务547万人次 这个职业培训网络学院 既能技能培训 又是匹配求职招聘双方的一个捷径 我这边在点开这个科技进行学习的时候 我的右边就会看到 这个对应的工作岗位 我学电工的 然后我专业是电工 然后我在这个网络学院学的课程 比如说也是电工 对吧 但是那么我这边 给他推荐的工作岗位 首先就是电工 就是可以实践培训和就业的 这个双向互动 19岁的王宇 就是通过这种线上免费培训 加就业推荐的方式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他告诉记者 自己之前没有学过电工 经过线上培训 他顺利通过考试 拿到了国家认可的电工证 随后人设部门的数字化就业平台 就给他很精准地推荐了这份 在物业公司做设备维护员的工作 其他软件是先介绍自己 然后才会向你推荐企业 什么都要太麻烦了 填一个这么多信息的话 十分充满 那如果不填完呢 不填完就看不到其他企业的信息 这个平台就不一样 进去之后就直接就是你找工作 你看上他了 你才会投放自己的建议 眼下正在毕业季 为了更好的帮助 应届毕业生求职实习 成都的人设部门 正在联合当地的一家技术公司 想把这家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测试系统 和政府打造的大数据就业平台 链接起来 让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渠道 更加多元畅通 这就是人工智能测试系统 里面的虚拟主持人 正模拟企业招聘方 给这位求职者做面试测评 他可能会给我一些 更深入的一个思考 然后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个回答 让比如说面试官会更加发觉我 就是真实的想法 知道我的那个 就是一个潜力所在 会合理地提出我自己想要的需求 比如说 像我提问就是 我的理想薪资待遇多少 我会对我的一个岗位 进行个分析 我们平台的话 就是累计用户2300万 在我们平台拿到 这个offer的这个学生 这么六七年下来 将近可能有个400到500万左右 山城重庆 我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今年一季度 重庆城镇新增就业16.14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6.9% 同比增长3.5% 这样的就业成绩单 和当地的数字化就业平台打造 息息相关 这是人设西部重庆数据实验室 这个国家级实验室 成立于2021年8月 重庆人设部门搭建的 数字化就业平台 APP 小程序等 都离不开这里的数据库 这个实验室的核心就是 一库四联盟 一库四联盟 是指的人力资源数据库 这一个库 对应的是就业 创业 培训 人力资本四个联盟 以前的数据 国字都有一门帐 分散在各个部门 那么现在数据汇聚拢来过后 劳动力它就更加离体 客观 这个就为我们后面的精准的匹配 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重庆人设部门打造的 数字化就业平台中 于心无忧 是专为解决 欠心讨薪难题 新研发出的数字平台服务端 劳动者可以随时登陆 于心无忧服务端 反映欠心讨薪情况 与此同时 平台通过公共就业 社会保险 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监查 劳动争议仲裁等 数据汇总分析 比对几个不同维度的数据 进行交叉检管 一旦发现数据变化异常 于心无忧平台就会自动发出预警 把被动追讨欠心改为事前主动监管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企业 它的社保出现了停保 或者是欠费 这样一些问题的平台就会主动预击 开通两个月以来 于心码已经累计接收欠心问题反映 有3200余条 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半截了 2600余条 为1100余名劳动者 足以讨薪资 2100余万元 各种和就业相关的数据孤岛 被接通汇聚在了一起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 数据存储和运行的安全性呢 主要是九个字 进不来 拿不走 看不懂 每个区域都设置了 不同级别的安全防护措施 而且这个措施是 100%全国产的实现了数据加密 只要这个数据一旦离开了人设环境 你看到的都是乱码 汇聚共享 个例数据430一条 每天生产数据18万条 比例数据41万条 全面支持 每天上万笔的人设业务金办 最近 重庆这家生产燃气设备的企业 正在招聘新员工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 平台背后的数据库和运行算法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却可以直观感受到 平台的精准和高效 我觉得珍负平台比较靠谱 不受费 比较放心 可能发布两到三天左右 就能收到10个人以上的求职者信息了 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企业用工招聘 效率是大大提高了 今年以来 重庆市人设局 持续推动就业工作数字化转型 利用大数据为重点就业群体精准推送岗位 人力资源信息部 就业服务联盟 培训联盟 创业联盟 人力资本联盟的链接贯通 有效破解的就业数据 底数不清 趋势不明 匹配不准的问题 为数字化就业服务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劳动力数据是2100多万 110多万的企业的基础数据 这是供需两端 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34.45万人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7.17万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是各级政府的头号民心工程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个数据孤岛被接通 一份份求职需求被精准描绘 一个个便民服务圈正在被打造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与就业服务平台的深度融合 让就业市场正在进行着一场 数字化的变革 我们期待通过数字化这个新引擎 让就业变得更便捷 更规范 让每一个求职者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